旧约圣经中 诗篇第67篇是一篇感恩的诗 当然,感恩的对象是神 而说到人向神感恩 可能我们常想到的 就是因为个人受到神的拯救 解决了困难而发出的感谢 或者是当我们在祷告中 近似默想神的恩典 体会到神对我的爱 于是感谢之情洋溢而出 或者是和其他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聚会时 在神面前共同向神发出感恩 因为感谢神将他自己启示给了我们 并且也拣选了我们 然而诗篇67篇则有一点不一样 它依然是向神感恩 经文里,诗人也提到 感谢神拯救我们个人和全体神的儿女 不过,诗人还向神感谢的 乃是神因为透过拣选拯救我们 祂要使万国都能够认识神的救恩 换句话说,这篇诗篇要感谢的是 神在向每个人施行的拯救 原来也是为了要拯救世上所有的民族 拯救这世上所有的罪人 诗人为神这救恩安排中 神那深远和宏大的智慧、能力以及爱 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 于是向神献上感恩 感谢他竟然这样爱着所有的诗人 当我读到这篇诗篇 我觉得也被提醒了 我在神面前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感恩呢? 好不好让我们也向这篇诗篇学习 我们也来向神献上这样一个奇妙的感谢 因着神拯救了我们 使得我们也可以为着神 向我们周围的人当中 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学习的场所 成就神所放下的救恩见证 要透过我们能拯救更多的人 神奇妙又信实的爱就写明了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愿外民都称赞你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52mtalk at gmail.com 52mtalk at gmail.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欢迎订阅